分享成功的思想,照亮人生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小叶 一,长袖善舞,多钱善骨 出自韩非子五度篇 夹指的是经商,做买卖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袖子长了好跳舞 钱财多了好经商 比喻有所评级,事业容易成功 现在可用于比喻,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可资平坚的条件越多越完备 事情就越容易做好 二,不期修骨,不法常渴 出自韩非子五里篇 常渴就是长久被人们认可的成规惯例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成规救赎 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 这两句体现了韩非主张变革的进取精神 如果头脑僵化,以为照搬过去的条条框框 而不思变革和创新,那是办不好事情的 三,经纬不长,盖续不久 出自韩非子男一篇 大意识,欺骗性的自我吹嘘 不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识破 眼带真相弄虚作假 不要多久就会被揭穿 这是对自我吹嘘弄虚作假的制成忠告 如果违反客观事实,自我吹嘘 弄虚作假,必定会被事实揭穿 被民众识破 虽然时代更替,岁月流逝 但韩非的思想今天听来仍然震聋发聩 四,事意则事意,事意则被变 出自韩非子吴李天 大意识,世道不同了,事物改变了 处事行事的方式方法也要相应变化 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 政策和策略也应该随时而变 不论任何方法、措施 都是针对某种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 没有不变的情况,也就没有不变的方法、措施 五,至强生于法,若乱生于阿 出自韩非子外楚说又下篇 李强指的是国家太平强盛 若乱就是国家纷乱衰弱 阿就是不公正,偏袒的意思 这两句话的大意识 国家太平强盛得利于法治 国家纷乱贫弱是由于执法的不公正 只有实行法治,以法治国 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能遵法守法 相反,若贪赃卖法,只是不公 阿屈权贵,人民自然不服 六,富言家无憾鲁,儿子没有败子 出自韩非子显学 这两句大意识 有原理家长的家庭里没有凶悍暴力的奴夫 而溺爱子女的慈母却惯坏了不孝的败家子 如果实行言行俊法,那么人人为法不敢犯事 不可以禁止暴乱,若实行儒家的后得人证 人就有恃无恐,则难以制止乱事 对法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可以批判的继承 七,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 出自韩非子有度 这两句大意识,惩罚有罪行的人 不能因是高官显患而回避 奖赏有功劳的人 不能困是小民百姓而遗忘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 认为赏罚对官对民都应一样 不论上下贵贱都要一视同仁 该赏就赏,该罚就罚 赏罚得当,公正言明 这样才能屈信于民 使百姓乐于奉公守法 八,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 出自韩非子公民 这几句的大意识 一个人右手画圆形,左手又要画方形 那么一定不能同时画好两种形状 人不能同时用两手画出两种形状不同的图画 说明心无二用 此名句的深层意义是在强调 智学或做事要用之不分,专心不二 九,冰碳不同期而久 寒暑不坚实而至 出自韩非子显学 这两句大意识 冰块与炭火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 严寒与酷暑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来到 这两个比喻说明互相矛盾和敌对的学说 不能坚收病许,不能同时用来治理国家 后世形成冰碳不相容的成语 用来形容两种事物完全对立 矛盾尖锐,有你无我,不可并存 十,宰相必起于周固,猛将必发于祖武 出自韩非子显学 这两句大意识 宰相一定从基层周固兴起 猛将一定从基层祖武发端 这两句用意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 特别是高层拔的官员和将领 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 否则处理政务 领兵作战就可能是纸上谈兵 耽误国家大事 十一,狡兔尽则两犬崩 敌国灭则谋尘亡 出自韩非子内处说下 这两句大意识 兔子死了,再也用不着猎狗 就把猎狗煮吃了 敌国灭亡了,谋尘再也用不着了 就把谋尘害死 敌国肥鸟尽,赶宫藏 狡兔死,走狗崩 就是这个道理 十二,不吹毛而求小刺 不洗垢而查难知 出自韩非子大体 这两句大意识 不要吹开皮上的毛发去寻找其间的小疤痕 不要洗掉污垢去细查难以知晓的毛病 韩非子以两个通俗易懂的比喻 说明古代故大体者不查询细微 献人以罪 现在可借用来说明在处理人际关系中 无论对待上级或下属 都要看大体 看主流 对同志持宽容的态度 不可故意的挑剔别人的缺点 过错,够人以罪 成语吹毛求疵 即由此而来 十三 糟糠不饱者不误粮肉 暖和不玩者不戴纹绣 出自韩非子五度 这两句大意识 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 不会去寻求粮肉 连一件完整的粗布衣服都没有的人 不会去期望有文采的锦绣 韩非用这两句话比喻国家制定的法令 要为普通的百姓所懂 那些所谓高深的法令 连聪明的人也不懂 普通的百姓就更不懂了 这两句可用于说明 凡事要从实际出发 不可有过高的奢望 十四 不薄寻常 庸人不适 说精百亿 道指不多 出自韩非子无蠢 寻常 古代长度单位 八尺为寻 背寻为长 这几句大意识 普通的不薄虽然仅有寻常那样长 一般百姓不肯丢手 融化灼烫的金子多达百亿 连最贪心的道指也不敢去使去它 韩非为了说明法目如众而弊 使民未知的道理 实行言行俊法 如融金烫手 最贵重的东西连最贪心的人 都不敢轻拿忘取 没有刑罚约束 人人有恃无恐 哪怕是最微薄的东西 普通人也会争夺不休 十五 目视镜 则无以正须眉 深世道 则无以知迷惑 自出韩非子观行 这几句大意识 眼睛失去了镜子 就无法休眠体虚 立身失去了政治原则 就无法辨清是非屈指 以目视镜 就无法刮脸提虚为欲 说明深世道 就不变是非的道理 强调了立身行道的重要意义 十六 千丈之低 以融蚁之学愧 白痴之势 以凸细之烟焚 自出韩非子欲了 这几句大意识 千丈长的大低 因融蚁的洞而会觉 白痴高的房屋 阴烟从裂缝中 蹦出的火苗而焚毁 不屈小节 不重危害 不在小处 注意消除隐患 最终必酿成大祸 成于千里之低 会与以学急来与死 可用于劝诫人们立身 主事要防危固见 防患于萌芽状态之中 十七四谷 故小痛在体而肠力在身 福二 故小力在心而久福在活 自出韩非子安危 这两句大意是针刺骨上的病毒 举步感到小痛 而整个身体却得到长远的健康 耳听深刻的钟言 心里感到小不舒服 而国家却得到长久的洪福 韩非在这里以用刮骨疗毒方法 根治大病做比喻 说明了君主能听尽密尔之言 言于律起 改正错误 就能挽救威王的国家 换来长治久安的证据 十八和氏之弊 不是以无才 随猴之珠 不是以银黄 其是至美 物不足以视之 自出韩非子谢老 这几句大意是和氏之弊 无需用五彩来装饰它 随猴之珠 无需用白银黄金来装饰它 因为它们本来的质地 已经美得无与伦比了 没有什么东西足以用来装饰它们 原本已经很美好的东西 用不着再去刻意修饰 因为弄得不巧 凡有化蛇添足 苟尾虚雕之弦 这几句可供引用论述 自然生成之物 往往是最美好的 不需要再加以人工的修饰 或引用说明过分的雕琢会识 会破坏事物 原有的天然风韵 十九 无参宴而必知者 于也 福能必而知之者 于也 自书含非子显学这几句大意识 听到某种说法 没有用事实进行验证 就加以肯定的人 是愚蠢的人 不能够肯定的事情 却引来作为依据 是欺识骗人 这几句说明了尊重事实的重要性 在作者看来 只有蠢人才会随便听信那些未经证实的言论 只有欺识到明者才会道听胡说 信口开河 尊重事实 说话要有证据 这样才不会造成失误 二十 是隐秘城 予以泄败 自书含非子说难 这两句大意识 事情由于保守机密而成功 说话不慎 泄露机密会导致失败 保守机密 甚至又慎 无论是政治决策 经济情报 还是军事机密 科技成就 一切应该保守机密的事情 都应该严守机密 警方泄露 一旦泄密 特别是关系到 国际民生方面的重大泄密 将给事业带来 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因此 今天仍有教育意义 每个人都要以为见见